那個三句話就讓男人花了十八萬且精通人性的女講師說過 有人的地方就有drama,有drama的地方就有coma 大家好,我是coma 今天要講這個drama真的不得了 全球首發 一部上個世紀六十年大的恐怖電影居然喚起了網紅的前世記憶 到底是真實而無法解釋的超自然現象 還是為了流量蹭熱度而瞎扯蛋呢 一切骁擁你來評判 不過我算是網紅啊 沒錯,今天要講的就是coma自己的靈異小drama 所以肯定是全球首發 今天要講的這段回憶 從我記事開始就不斷地閃回出現 小時候的我其實也沒有把它當回事 直到我上了大學偶然間讀到了一篇文章 我才發現這個回憶它是有多麼的詭異 先給大家介紹一下故事背景 不然很可能大家會不理解 為什麼這段回憶在我自己看來會很詭異 coma其實出生在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 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那種 我爸媽雖然學歷不是很高 但是他們對於我從小的教育是非常非常的嚴格 和很多思想傳統的父母一樣 無論是電視節目啊電腦遊戲啊甚至是電影動漫 在他們眼中都是洪水猛獸 當然在這個全民都沉迷手機的時代他們的看法可能已經有所改觀 但是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他們對於我休閒娛樂的時間控制的是非常非常的嚴格 周一到周五每天寫完作業只能夠看半個小時的電視 而且只能看那些國際新聞 要不就是什麼動物世家或者百家講談之類的 海外的觀眾可能並不清楚什麼是百家講談 其實這是一檔邀請各地有名的歷史教師去給觀眾科普各個朝代的歷史 而一到周末寫完作業之後 我爸媽就會把我趕去圖書館看書 一待就是一個下午 而我爸媽看待電影的態度呢更是這樣的 你想看一部電影至少也需要一兩個小時吧 那這在他們眼裡就純粹是在浪費世界 所以在我的記憶裡我爸媽是真的沒有 從來沒有主動帶我去看過任何一部電影 No 這也導致我在上大學之前 其實我看過的電影真的是屈指可數 我甚至連電影票的價格都是在上了大學之後才知道的 以前一直以為是因為電影票太貴了 看一場可能要幾百幾千塊 我爸媽才不帶我去看 結果發現他們只是爛 當然這也導致了就是我在大學時期的報復性消費 就是我一閒下來一有時間 我就會往電影院跑 或者是在網上找電影看 不過也正是因為我小時候看過的電影非常少 所以每部我看過的電影都給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雖然片名我可能記不太清楚了 但是和誰一起看 在哪裡看 影片講了什麼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比如我第一次進電影院看電影 是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學校發的電影票 看完還要求我們寫觀後感的那一種 是我爸帶我去中山路的一家電影院看的 片名我已經記不清了 但是劇情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一個西北貧困地區的南海 他的求學經歷 其中有一幕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他背著他生病的母親渡河去上學 再比如我記得就是小學回老家過春節的時候 我曾經和我堂哥在他們的臥室裡一起看了香港的殭屍片 是不是林正英的我不清楚 但是那些清朝的殭屍是真的把我給嚇到了 還有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我記得我五歲起來走到客廳 發現我媽正在看一部恐怖片 裡面有個場景真的把我嚇得 就是讓我連續好幾年都做到了這個噩夢 然後真的沒有騙你 直到初衷那個場景還讓我心有餘寂 片名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 但是他的故事講的是一艘幽靈郵輪 然後船上的那些幽靈是 都是在這個郵輪上面開party的時候 然後被一火人 然後用一條鋼繩這樣子 刷的過去 但是在我的記憶裡 卻有這樣一部很奇怪的電影 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看過它 但是我完全記不得 我是在什麼時候跟誰一起看的這部電影 我完全沒有任何的印象 這跟我對其他電影的記憶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 尤其是這部電影裡面有兩個場面 我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第一個場景是一個金髮女子走在街道上 街道的一側是一個教堂 教堂旁邊有一個類似於社區的健身活動區 單槓上房頂上都黑壓壓的 停滿了許多的烏鴉 那個女人非常的害怕 小心的走著 第二個場景是一個女人在屋子裡 她們的屋子門窗都緊鎖著 她突然聽到樓上有一些動靜 於是提著燈上樓 輕輕的打開房門露出一條縫 發現這個房間的天花板破掉了 無數的鳥從破洞中飛進了房間 停在了漆黑的屋子裡 她剛一開門 這些鳥就看著她 接著這群鳥就開始攻擊她 這兩幕真的是 我童年時期的噩夢 是真實的噩夢 童年時的這些噩夢也是 但是我至今都不太敢看恐怖片的原因 很多人應該都記得 就是我頻道之前有做過一些案件類的影片 很多人會好奇為什麼我的反應會那麼劇烈 說實話這真的不是演出來的 我是真的生理性不適 You know PTSD 但是詭異的是 我知道我自己看過這部電影 但是我完全記不得 我是在哪裡和誰一起看的這部電影 由於當時我的年紀還很小 然後我也沒有去多想 我只是把它純粹當成一個噩夢 直到我上了大學 前面我和大家講過 就是因為我大學時期沉迷看電影 所以也就經常會去逛像豆瓣這樣的飲品網站 然後當時我也特別喜歡康熙來了和奇葩說 然後我當時就很好吃為什麼康永哥他的肩上會放一隻鳥 然後我去查 然後就發現原來是為了致敬喜劇可可 然後我就在豆瓣上去找到了喜劇可可的一篇飲品 然後其中就有介紹到了群鳥這部電影 作者用非常簡短的幾句話介紹了群鳥他的劇情 就是小鎮上一群鳥類突然發瘋了開始攻擊人類 然後你知道我突然就有非常非常強烈的急事感 就是這部電影我感覺我好像看過 它會不會就是小學時候那個困擾了我多年的噩夢 於是我找來了這部電影 一看 媽呀就是它 我之前提到的這兩幕都出現在了電影裡 而且也是整部電影最讓人恐懼的兩個場景 除了第一個場景 它是一個學校而不是教堂 我會把它當成教堂也是因為我記得我好像有看到上面有一個十字架 但是更讓我不寒而栗的地方來了 就是我完全不記得我是和誰又是在哪裡看的這部電影 我完全沒有任何的印象 我唯一記得的就是這兩個場景 這和我對其他電影的記憶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過當時我還沒有把它往前世記憶上面去聯想 我想說有沒有可能是以前看電視的時候不小心看到了呢 於是我就去查了電影頻道歷年來的播放清單 從我出生到小學畢業 從來就沒有播放過群鳥這部電影 而我周圍的人 Well Not to throw any shade 最主要我真的不覺得他們會知道西區客客是誰 我爸媽是直到現在都還在聽王菲啊鄧麗君的人 當然並不是說王菲鄧麗君不好的意思 就是說我爸媽還有我周圍的人 他們思想都是比較傳統的 對於歐美的文化啊電影啊他們是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而且當時我爸媽他們還把電影視為洪水猛獸 是根本不可能讓我去看一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 而且還不怎麼出名的歐美恐怖片 所以我才覺得這部電影它唯一的合理解釋 就是它是我前世的記憶 我是在上輩子看過這部電影的 當然也不一定啦 其實有可能我找到那個播放清單可能是不完整的 而且我在找素材的時候 我在B站上面有看到這部電影的一些彈幕 有些人也說這部電影是他們的童年陰影 所以是真的有人在小時候也看過這部電影嗎 如果你記得的話 或你也看過這部電影的話 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因為這部電影真的是我多年以來的一個困擾 如果你記得這部電影什麼時候在電視上播出過 麻煩再評論區告訴我一聲 這也算是了結了Como多年來的一個行願 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到底是在什麼時候看的這部電影 OK這就是今天的故事 Bye Bye